这是我父亲留下的玉玺 我愿以他为之 藏了十年的传国玉玺一出 袁术的眼珠子差点没蹦出来 孙坚英此物丧命于袁绍之手 只留下孙策和弟弟相依为命 惑于行事 孙策不得不屈服于袁术 为其安前马后做事 好在他不是碌碌无名之辈 不费一兵一卒拿下炉江 就连一项自私小心眼的袁术 都忍不住夸赞欣赏 桑田啊 我要是有孙郎这样的子嗣 死而无憾啊 袁术的暗示在明显不过 他年纪大了 又没个儿子继承家业 总归是心里不安定 可孙策却装傻错开话题 直到自己还要给父亲祭奠 驳回了袁术享受他为子的心思 袁术四世三宫之后 手下有无数能人一世 要说谁能争上一争天下 他绝对是不二人选 当他的儿子 百利而无一害 面对黄盖的不解 孙策之淡淡回复 袁术他不配做我的衣服 公子一眼英雄斑色 孙策再次祭奠父亲时 心境已和从前大相洁净 这些年他们孤儿寡母颠沛流离 遭人欺辱 他不得不为身余袁术 为其安前马后 正感慨着 一把宝刀从天而降 原来是外出打仗认识的好友周瑜 周瑜卖掉了所有家产 千里迢迢赶来投奔 把所有保全压在了孙策身上 虽然他们现在一无所有 但谁叫他们比袁术曹操年轻 年轻就是本钱 他们志在四方共创大业 孙策大笑不止 自从父亲走后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怀倡议 二人把酒言欢 成就大业的第一步 就是脱离袁术 只是如何在不撕破脸皮的情况下脱离 还真实的难题 周瑜不愧是文武双全 一句话就点名癥结所在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他早就看出玉玺的百害而无疑力 用一块死物换取孙策的自由之身 再划算不过 可孙策却陷入了两难境地 天下多少诸侯想要这块玉玺 他的父亲又因为他丧命 炸一割舌 他还真是难以抉择 不就是块石头 大丈夫首提三尺剑 即可纵横天下 和令区区俗物 周瑜的话和十年前孙权的苦劝融合 孙策释怀了 左右都是一块石头 还拼得过人吗 孙策向袁术请奏借一些兵马 回家救难行轻 可袁术却犹豫不决 警惕担忧孙策是想离自己而去 干脆提出将孙策母亲接到此处 他定会保他一事富贵 幸好孙策早有准备 主公 取恶是故土 母亲不愿离开 眼看孙策执着交集 袁术只好不快答应 孙策拿出压箱底的玉玺 这次说什么也要把将士借到手 传国玉玺一出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就连一项多疑的袁术都瞪大眼珠 一脸不可思议 当初孙策为了他 可是连个全尸都没留下 现在孙策拿他抵押 想来肯定是旧母亲切 你要多少将士 我只要四个人 成谱黄盖 韩当祖帽 此话一出 牟师瞬间警惕 这几个人可都是孙策的旧母 你们 愿意随孙策前去吗 莫将愿随 袁术震惊过后 迅速被玉玺的喜悦冲昏头脑 直接大手一挥让人离去 而孙策此刻却坠坠不安起来 你们有半个时辰回家收拾物 带上七箱 我在城门外面等你们 公子 真的有这么紧急吗 对 袁术一旦反押 就会派军追杀我 目前我还不想和他反目成长 我还不想和他